歡迎來到妄想世界,今天跟大家講一下樓市 為什麼突然講樓市呢? 因為昨天有個數據出來很特別的 就是美國這十個月狂加息 剛剛這個月樓價反而急升 究竟誰在賣呢? 還有香港的拆息已經過了五厘 有朋友說你可不可以講一下加息對樓市的影響 加息一定是多了 供款大概多成三成 究竟誰在賣呢? 這個是CNBC的documentary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跟大家分享 今天有新的數據出了 都是指同一樣東西 就是樓價在急升 全球都有反彈的 其實樓價 最差的就是香港 怎麼看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的single family 你可以說是一些比較小的房子 樓價是急升上來的 反而加息他們是搶樓的 你會發覺是不怕加息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能美國人多數都是買股票的 那個home ownership 是沒有我們那麼厲害的 我們中國和香港人 是個概念就是 怎樣都要買一層樓自己住的 就是 那個概念是有點不同 他們那個世代 開始 就要結婚了 雖然 大家都知道 人口是少了 但是可以這麼說 因為人口少 動工也會少回 自然調節 不會過多的錢 進去 還有其實 暗裏是有人 在買房地產的 其實 那個documentary 那個紀錄片 就有說 其實 這段時間 誰去買 原來就是華爾街的錢去買 即是他們不是買股票 是去買樓 好搞笑 即是 都猜不到 大家不是說 喂 現在的錢不是下股票 投資那些股票嗎 是不是因為 那個科學股 跌得太厲害了 那他的錢 沒有流進去呢 那樣 那最近 大家都在講 美國牛市 股市 那樣 其實呢 只是集中幾隻股票 即是 並不是全面的 一個 一個復數 其實是看到的 那些錢 其實流了幾隻股票 原來呢 有一大堆的錢 是 落了去那個 新屋動工 新屋動工 昨天 都出了report 又是破了紀錄 即是 大量的房屋 開始 建立 其實我經常都說 建築商是沒有死錯人的 即是 它不會是 不行的時候 都會建立的 那接下來 香港 那個 即是 政府是大量興建的話 私人參與 會越來越少 這個是正常的自然調節 就算你給我 我也不會投 對不對 如果沒有錢賺的 怎麼會投 很簡單 沒有錢賺的 投來做什麼呢 供應 一定會慢慢減少 即是私人市場 如果 政府是大部分去興建的話 那私人市場就會減少了 那在美國 就剛剛 譬如 Medium Price 即是 中位數的 房屋價錢 一直在升 反而 在2020 至2022 即是Covid 最壞的那兩年 他們就慘了 為何這麼多人 就是 無家可歸呢 首先 第一就是 收入大減 租金沒什麼跌 還升了 現在還要房價繼續上升 即是 你看到這個數據 是很反常的 那誰在買呢 原來是華爾街 有一些華爾街的人 已經在掃進房地產 有很多人最不看好的 譬如內地的樓市 現在很多人都說 內地樓市很不行 其實有一些新加坡資金 已經進去掃進商業物業 因為夠便宜 因為跌了三成幾 跟兩年前 跟美國剛剛相反 美國現在 那個房地產是非常刺激的 新屋共工也是破紀錄 所以很有趣 所以是不是息率 就 控制了整件事呢 那我今天想 很簡單地說 我就覺得 息率只是其中一樣 即是息率只是其中一樣 即是它是說 以前是沒有成本的 那是不是減息減到零就很好呢 不是 日本都不停減息 但它的樓市還是跌 美國反而加息 它的樓市還在上升 那是很有趣的 所以那些專家說 其實你可以不用管 其實大部分都錯 即是只作參考 去到最後呢 我覺得呢 樓買不買呢 就看看你 用不用 有沒有用的 首先第一 第二 我看完之後呢 我都不太順利專家 因為大部分專家 上半年都說 經濟衰退 會很差很差 但反而 美國納子升了四成 所以 所有事情 你以為 理論很適合 其實理論和實際操作 是兩回事 所以 參考一下就算了 所以我通常都是 我看一下就算了 因為數據才是震 你看看現在發生的事才是震 這兩年 美國樓市是沒有跌到的 反而升 那下去 講樓是怎樣呢 那個走勢位呢 等等呢 這個我有另外一種見解 不過我不是在這裡分享 因為呢 太爭議性了 我怕說了會被人罵 那你覺得有用 讚、like、share給朋友 那下面留言討論